大家好,欢迎您观看韩媒视角,我是韩媒,今天是2023年10月28日星期六 我这个视频呢,想跟大家聊一下关于这个李克强逝世的这件事情相关的话题啊 那么昨天李克强的去世呢,震惊了全世界,也震惊了中国 那么我昨天看到啊,全世界各大媒体的头版头条呢,全都是李克强去世的这件事情啊 那么我们老百姓的生活当中呢,昨天的话题也被李克强去世的这件事情呢,占据着啊 那么我看到这个老一辈,中一辈,以及下一辈呢,他们谈论的话题也都是关于这件事情啊 老一辈呢,就是像我父母的这一辈,他们的朋友之间呢,在谈话的时候话题都是关于李克强 啊,中一辈呢,就是我们这一辈,下一辈呢,就是我们子女的这一辈啊,都是谈论李克强 那么我就注意到,我所能看到呢,对于李克强的评价呢,基本上都是正面的啊 那么我昨天在视频里面就说了,国家领导人啊,能够得到民众的普遍的正面的评价啊 只有中国的领导人能够做到这一点啊 美国的那些国家领导人呢,有的时候我们经常会看到他们在出访的时候呢 很多老百姓就表达去了别回来了啊,就是那样的一些个评价啊 他们平常呢,经常也搞一些民意测验啊 他们民意调查的这个称赞率啊,好评率,一般的来说都在百分之三四十啊 也难怪,因为他们上台的时候呢,基本上他们也就刚刚过半,对吧 美国历届的总统也就百分之五十多一点 那你上台以后呢,你的这个工作呢,一般的来说与那承诺呢 又大相径庭啊,所以说民众的满意度呢,是非常低的 那么我昨天有说了啊,李克强去世这个消息呢 大家都是转发率特别高,点击率特别高 一般的来说都是怀念这个总理啊 觉得总理呢,去的太早了,太年轻了,很震惊啊 总理一路走好啊,等等的这些 另外李克强呢,当总理期间的那些金句呢 在网上广泛的流传 有的人还专门把它这个总结出来啊,整理出来啊 在网上的转发率呢,非常高 它的这个点击量啊,转发量啊 有的呢,这一条文章啊 它的总量都能超过上亿,超亿 那么我昨天看到了啊 我的那个网友留言,有的人就说了啊 说这个一个国家领导人干的好不好 并不看他是怎么说的,关键是看他怎么做的 那么李克强是怎么做的呀 我们用脚丫子都可以想象出来 中国这十年天翻地覆的变化,对不对 在全世界这么大的影响力 让美国以及西方文风丧胆 他就是光说就让他们文风丧胆了呀 是不是,你用脚丫子想象都知道呀 所以呢,我今天啊,就特意做这么一个视频啊 想就就是昨天中国政府所发的那个复告里面的内容 我们来讨论一下啊 我们来看看中国政府啊 对于李克强的一生是如何来进行总结的 我认为中国政府呢 对李克强的这个总结呢 是非常这个客观的 也是非常全面的 对他的评价呢 也是很高的 我们现在就来看一下他的具体内容 首先呢,开头一段啊 对他一个总的一个定位呢 是这样的啊 对他的这个定位和评价呢 这就是盖棺定论的 对吧 说他是中国共产党的优秀党员 他是当之无愧的 一会儿我们还会就他的这个具体的事实来看 他当之无愧是一个中国共产党的优秀党员 然后是一个酒精考验的忠诚的共产主义战士 什么叫酒精考验 就在他的一生当中啊 从他很年轻的时候一直到他去世啊 就是酒精考验的很久啊 一生 然后呢就是杰出的无产阶级革命家 他是非常杰出的 一会儿我们来看这些具体的事实里你就知道有多杰出 然后呢是一个革命家 是一个政治家 然后呢是党和国家的卓越的领导人 下面呢就是他去世的消息了 中国共产党第17届 18届 19届 中央政治局常委 他是三届政治局常委 这本身就说明了 他是一个卓越的国家领导人啊 然后是国务院原总理李克强同志 因为突发心脏病 经全力抢救无效 于2023年10月27日零时时分在上海逝世 中年是68岁 享年68岁 这是昨天大家从全网上所看到的这个消息的中心内容 对吧 然后我们再来看他的生平啊 李克强同志1955年7月生人 1955年生的 他是安徽定远人 他从青少年时代起就热爱党 热爱祖国 热爱人民 青少年时期 我相信呢 他早期的时候呢 就是一个少先队员 我们那会儿呢 小的时候叫洪小兵 洪小兵我也当过的 现在叫少先队员 说呢 他从青少年时代起 就热爱党 热爱祖国 热爱人民 刻苦学习 追求进步 1974年3月起 在安徽省凤阳县大庙公社 东陵大队插队 他是1974年插队 这应该是呢 在这个智青年上山下乡当中 他应该是赶上了一个尾 74年下乡啊 那么他那会儿才多大 他那会儿是19岁啊 19岁不过对于这个上山下乡的那一代呢 在他们里面算是大的了 小的也就是15、6岁 74年下乡 然后呢76年的5月就加入了中国共产党 你想想当时呢 他下乡两年 然后呢21岁 对吧 才21岁啊 刚过20岁 用现在的标准来说呢 这都是孩子 标准的孩子 大人可能是对于一个21岁的孩子 现在看的简直是 还需要这个重量保护 对吧 可是呢 他那会儿就已经入党了 然后呢76年的11月到78年的3月 他担任安徽省凤阳县大庙公社 大庙大队党支部书记啊 请注意这个大队呢 还不是他插队的那个大队啊 他当了大队书记了 一入了党 5月入党11月就当了大队书记 我们可以想象出来 他当时呢就展现出来了 他卓越的这个领导才能 对不对 一个小孩 20多岁 展现出来了这种才能 不过现在的年轻人呢 也有展现出才能的啊 现在中国呢 重点抓那个农村建设啊 像农村派出那个第一书记什么的 有的就非常年轻 这人要是有能力的啊 不分年龄大小 你要是没能力的话呢 你就是到80岁以内 照样没能力 你要有能力的话 你恨不得三五岁 就已经展示出来的这种能力了 知道吗 然后呢说 1978年3月至1982年2月 在北京大学法律系学习 曾任校学生会的负责人 你看啊 78年到82年 就在北大学习法律 这应该是恢复高考以后呢 第一届的大学生 而且呢 他不仅去了北大法律系学习啊 还任学校的学生会的负责人 他一定是展示出来了 他优秀的领导才能 然后呢 1982年2月起 李克强同志 先后任北京大学团委书记 共青团中央常委 共青团中央学校部的部长兼全国学联秘书长 共青团中央书记处后补书记 共青团中央书记处书记兼全国清联副主席 全国少公委主任 他的一连串的这些个领导职务 我相信这都是因为他所展现出来的领导才能 而不是有人说 哎呀在中国呀拍马屁呀 请客送礼呀就能当上领导啊 胡说八道 胡说八道 说有没有这样的人 有 中国这么大对不对 在这里面有那一权谋私的 这个一点都不奇怪 但是呢 如果说你能够一直被重用 光靠这些拍马屁 请客送礼是不行的 然后呢 1993年3月起 任共青团中央书记处第一书记 兼中国青年政治学院院长 第八届全国人大常委会委员 你看这都是到了中央的重要的岗位了 靠溜须拍马能行吗 是不是 话又说回来溜须拍马谁不会 可能有的人就是哎呀我就是不会溜须拍马 那你可能不会啊 会溜须拍马的人有的是 溜须拍马里面如果能够啊得到重用的话 是不是溜须拍马也得飞上杰出呢 是不是 为什么说能从这群人里面挑出来一部分人 看中的是他们的什么呢 是不是 我昨天就说了啊 我这两天呢接触中国的一些年轻人 他们都在考中国的国家公务员 我昨天还介绍了 让我震惊的是呢 有一个小伙子 他以前他考上了他没去 然后这回呢他又来报考 也就是说你有能力的人啊 上升的渠道是有的 那如果你躺平的话呢 你本身你就是个废物 你竞争不过别人 你只能是退下阵来 给自己标明 好像你不去跟别人竞争似的 真实的原因是你竞争不过 这些上升的通道都大开着呀 对不对 你选择躺平 为什么 你要是能竞争过的话 能不去竞争吗 这都是废物啊 这种废物说实在的 就是浪费空气浪费粮食 你要选择一个 你应该去的去处的话 没有人为你可惜 然后我们再看啊 进了中央一层以后呢 他紧紧围绕党的中心任务 来考虑和安排团的工作 服务党和国家工作大举 1998年6月起 李克强同志历任河南省委副书记 但省长 省长 省委书记 省长 省委书记 省人大常委会主任 然后呢 就开始展示出来了 他的才华了 他的才华 在前面肯定也展示出来 但是到了这个层次以后呢 他的才华就开始 影响整个国家了 他都做了什么 昨天网友说呢 不要看他怎么说的 要看他怎么做的 我们来看啊 他都做了什么 他提出实现中原崛起的 奋斗目标 他提出来的一个呢 让中原地带崛起 提出来这么一个奋斗目标 在全省上下 形成了发展共识 在大力推进工业化 城镇化进程的同时 加快农业现代化建设 推动河南经济社会各项事业 取得长足发展 这是他在河南工作的时候 他的成绩 那么2004年12月起 李克强同志历任 辽宁省委书记 省委书记 省人大常委会主任 渡到辽宁 他紧紧抓住 东北振兴和沿海开放的双重机遇 那么他去了以后呢 就能够看到辽宁的特点 辽宁的一个特点呢 它是位于东北 另外一个特点 它还沿海 所以他就提出来呢 东北振兴和沿海开放的双重机遇 着力深化国有企业改革 构建五点一线沿海经济带 这是不是实事 构建五点一线沿海经济带 提出并组织实施 集中连片棚户区的改造 促进零就业家庭 就业等民生工程 昨天的时候呢 我就跟大家说了 他说呢 要解决这个零就业家庭 就是你这个家庭里面 不能零就业 起码得有一个就业的 这是他提出来的 这是不是实事 然后就说 推动辽宁老工业基地振兴 取得了显著的成绩 我们就知道 东北呢 在建国初期的时候 支撑起了中国整个的这个工业 尤其是重工业 对不对 后来改革开放之后呢 东北就衰落了 那么他去了辽宁以后呢 就推动辽宁老工业基地振兴 而且取得了显著的成绩 这是光是说一说吗 光是嘴巴吗 嘴巴谁没长啊 对不对 你不干实事你能行吗 2007年10月 李克强同志在中共十七届一中全会上 当选为中央政治局委员常委 2007年的时候 这是他首次进入中央政治局当常委 之后在他的一生当中 在他最后卸任中国国务院总理的时候 他一直都是常委 三届对不对 刚才我们已经说了 然后是2008年3月任国务院副总理 党组副书记负责国务院的常务工作 负责发展改革财政 国土资源环保建设 卫生方面的工作 这些工作他在当副总理的时候呢 就非常的优秀了 非常突出了 他协助做好应对国际金融危机 加快经济结构调整 深入实施区域协调发展战略 推进节能减排和生态环境保护 深化医药卫生体制改革等工作 把保基本强基层建机制 作为医改工作的重心 推动医保医药医疗三轮驱动 这个是非常了不起的呀 我昨天不是跟大家说了吗 我在出国的时候呢 我发现哎 人家还有社保呢 人家有医保 人家有社保 人家这些好的做法呢 我们中国都没有当时 但是李克强就推动了这个医保 医药医疗三轮驱动 现在中国在这方面多好啊 中国现在的医保 比加拿大搞得好 加拿大都是美国的一个标杆 很多国家都想学加拿大 但是中国的这个比加拿大的还要好 空口无凭我是一个实力 我在视频里已经说过多次了 有的人说我诋毁加拿大 我从来不诋毁谁 我们就以事实说话 事实就是这样的 加拿大已经是不错了 是全世界其他国家 美国一直都想学加拿大 但是他学不了 他们那些政客 各自都打着自己的小算盘 他才不管那个民众呢 民众你爱死不死 爱活不活 对不对 疫情期间他们的这一点 表现的是淋漓尽致 我们中国人都看到了 美国比中国少那么多人 但是死了多少人了 是不是 还鼓动中国要放开 在疫情期间 中国政府顶着多大的压力 为什么要 考虑的就是人民的生命安全 人民的健康 你美国你不看重 那些弱势群里的生命 我们中国可看重 是不是 这个事非常说明问题了 然后说 着力推进保障性的安居工程 促进人民群众安居乐业 积极探索环境保护新道路 坚持在发展中保护 在保护中发展 2012年11月 李克强同志 在中共18届一中全会上 再一次当选为 中央政治局委员常委 你要是干得不好的话 能当选吗 有的人可能说了 中国的选举是选举吗 我这么重要的 中央政治局全会 只有多少人 只有那么几个人 多少人盯着呀 那个选举啊 是只是去举手吗 多少人都觉得说 我也想进常委啊 那么那么多人都想进常委 为什么选了他 是不是 为什么他能当选 这不说明问题吗 只有中国的这种 人才选拔机制 他用的才是最优秀的人才 最优秀的人才 在治理中国 中国能不好吗 不跟美国似的 对不对 特朗普都说 我们这个国家 被愚蠢的人所领导着 都是搞政治 维护资本利益 最明显的就是 这个枪这事啊 不断的有人在 枪击事件当中呢 无辜的死去 枪本来是用在前线的 结果人家美国呢 自己人杀自己人 这个枪还不控制 你不禁止 你起码要控制吧 实时的通过不了 为什么 不就背后的资本 在说话吗 资本家拿枪 顶着那些个政客们 政客们不敢说故呀 这一点呢 中国人也越来越看清楚了 不是说像以前似的 被美国人骗 所谓的你 骗得了初一 你骗不了十五啊 美国这种骗 中国人还不迟早 能看清楚吗 然后是2013年3月 在十二届全国人大 一次会议上 他被任命为国务院总理 同月企业任国务院党组书记 面对错综复杂的国内外形势 在以习近平统治为核心的 党中央坚强领导下 坚持稳中求进工作总基调 保持战略定力 真的很有定力 中国政府是越来越有定力了 着力完善宏观调控 注重欲调 微调 注重定向调控 这都是他们的智慧 深入开展互联网加行动 加快新旧动能转换 坚持对外开放的基本国策 扎实推进一带一路建设 有的人呢 这些海外势力呢 就在挑动李克强和习近平的矛盾 说李克强被习近平架空 架空这些工作都是习近平干的吗 习近平他一个人做两个人的工作呀 咱们岂不说你一个人 拿着一个人的工资干两个人的活 他愿意不愿意呀 他也干不过来呀 是不是 他为什么要一个人干两个人的活呢 他们两个实际上是特别的团结的 李克强和习近平 从性格到作风 我认为他们两个配格非常好 扎实推进一带一路建设 推动依法全面履行政府职能 努力建设人民满意的法治政府 请注意法治两个字 现在中国非常注重法治建设 一会儿我会给大家来介绍一下 中央电视台今天刚刚发布的一篇文章 就是2023年中国都出台了哪些新标准 改变了中国人民的生活方式 这些标准是什么 就是法治化呀 标准化 法治化 法治政府 创新政府 现在特别注重这个创新 以前的时候如果说啊 哎呀我们和美国的关系好 美国负责创新啊 我们就负责实施和使用 现在不行啊 美国才打压你啊 所以呢创新 是中国的一个工作的重点 我们要自己把技术这些东西 都掌握在自己手里面 不要让他们动不动的卡脖子 要创新 还有一个呢 就是连接政府 习近平上台以后 反腐败的这些成绩呢 这是有目共睹的 有的人说习近平打压一几 都是因为和习近平的政见不一 然后就抓起来嘛 是不是 你就算是恰巧那些人政见不一 那么你有腐败 是不是应该抓呢 那么有腐败的时候呢 美国西方啊就攻击你啊 说你有腐败 对不对 当中国真的要抓腐败的时候 美国又采取什么 他保护那些腐败分子 美国成为那腐败分子摇篮 保护伞 谁是真的犯腐败 谁是假的犯腐败 中国政府呢 法治政府 创新政府 连接政府 还有一点就是服务型政府 有的人就煽动啊 说中国呀 没有人权 老百姓呢 被这个政府啊 野蛮执法 打死你 我曾经呢 给一个网友回复 我是去了解一下 中国警察和美国警察的区别 好吧 这一点我是非常了解的 美国的这个法院 美国的警察 他就是他只管这个执法 一点人情都不在讲的 但是中国呢 中国警察是讲究的服务 服务 为人民群众排忧解难的 为经济发展保家互航的 包括法院 我是从法院出来的 我最有法院权啊 我们是为人民服务的 为人民服务是这个中心宗旨 永远都不能忘了这一点 李克强呢 就推动努力建设 人民满意的 法治政府 创新政府 连接政府和服务型政府 2017年10月 李克强同志 在中共19届一中全会上 又一次当选为 中央政局委员常委 2018年3月 在13届全国人大 一次会议上 他再次被任命为 国务院总理 并且担任国务院当组书记 如果他没有这个能力 甚至说他搞外的邪的 跟秦刚似的 他能在这个位置上 干一届又一届吗 是不是 秦刚刚当了这个 外交部长几天啊 就被拿下了 李尚福也是 在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 党中央的坚强领导下 面对世界变局 加快演进 新冠疫情冲击 国内经济下行等多重考验 坚持稳中求进工作总基点 稳中求进工作总基点 完整准确 全面的贯彻新发展理念 创建新发展格局 推动高质量发展 统筹发展和安全 持续做好六稳 六保工作 统筹推进 稳增长 保改革 调结构 惠民生 防风险 保稳定 各项工作 积极扩大国内有效需求 保持经济运行 在合理区间 依靠创新驱动 推动产业结构的 优化升级 你要是说这些都是口号的话 那你就看看那些数据吧 然后说 贯彻以人民为中心的发展思想 着力保基板 兜底线 促公平 强化就业优先政治导向 扩大保障性的住房供给 推进脱贫攻坚 实施乡村振兴战略 巩固拓展脱贫攻坚成果 落实绿水青山 就是金山银山的理念 推动生态文明建设 取得明显的成效 这些东西真的是 和习近平的这个配合 真的是天一无妄 全世界最瞩目的 就是在他这一届的政府里面 实现了全民脱贫 全世界都不知道 你14亿一个大国 如何做到的 全世界都想学一学 如何做到的 中国现在也在全世界 一点都不令自己 愿意去帮助别人 说实在的 我在这次回国之前 我对中国人 到底收入有多少 有的人老是抓住李克强 说过什么中国人 人均收入一千 我不知道他那个上下文 到底是一个什么意思 现在不断的被人炒作 现在李克强去世 有的人也出来炒作 我昨天还收到 有个网友给我发的 说天安门广场 人民银行经验碑那底下 有人在献花圈 我就觉得那个图 应该是屁的 那个图应该是屁的 看着很像是屁的 有的人如果你想拿这个 来这个调试煽动的话 你简直就是吃心忘想 那我到了中国以后 我就发现啊 什么人均工资一千啊 根本就不是啊 有的人说两三千啊 都不是 我到了中国以后 我接触到的所有的人 我都征求他们 我都问他们 就你周围的人 普遍的工资是多少 是一千三千 还是五六千以上 我的印象当中呢 就是这些人跟我反馈的意见呢 周围的人 收入都在五六千以上 从哪来的人均一千 啊 人均三千呀 而且我看到那些招聘的里面 啊 都是高薪招聘啊 那些招聘都是五六千以上的 那餐馆里面 我这次回来 发现了一个现象啊 餐馆里面 不再有那些 年轻女孩的这个服务员了 都是一些大嫂大妈 甚至都是大妈啊 我告诉你 这是为什么 年轻人如果说找不到工作的话 这样的工作也不做吗 不要生存吗 我到加拿大以后 我都洗过盘子 我们多少中国人去美国 去加拿大 去西方的国家 都做那种洗盘子的工作 前两年 纽约发大水的时候 淹死了那一家餐口 其中的一个就是 想当年在中国 还是某研究所的什么 所长什么之类的 那就是一个人才 他在中国 他绝不可能去刷盘子 去捡破烂 对不对 但是他在美国捡破烂 长期捡破烂啊 他把他老婆孩子 搬去以后 他们全家捡破烂 中国的那些 饭馆里面 那个服务员 现在没有年轻姑娘了 是不是 你可想而知嘛 说李克强啊 担任国务院总理以后 李克强统治 还先后坚任国务院 振兴东北地区等 老工业基地领导小组组长 国务院西部地区 开发领导小组组长 国家科技教育领导小组组长 国家应对气候变化 及节能减排工作领导小组组长等 在科技教育生态环保 和东北全面振兴 西部大开发等领域 倾注了大量的心血 新冠疫情发生以后 李克强统治担任中央 应对疫情工作领导小组组长 认真贯彻落实党中央角色部署 坚持人民至上 生命至上 推动统筹疫情防控 和经济社会发展 取得重大积极成果 李克强统治 坚持从中国国情出发 坚持和完善受识于基本经济制度 持续推动经济体制改革 坚持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改革方向 处理好政府和市场的关系 使市场在资源配置中 起决定性的作用 更好地发挥政府作用 推动有效市场 和有为政府更好结合 他持续地推进政府职能转变 和行政体制改革 统筹推进财税 金融 投资 科技等重点领域改革 实行更加积极主动的开放战略 实施更大范围 更宽领域 更深层次的对外开放 李克强统治 对人民群众饱含感情 着力地解决好群众的 就业 教育 住房 医疗 养老 等方面的突出困难 兜注民生底线 不断提升人民群众的 获得感 幸福感 和安全感 现在中国人呢 在获得感 幸福感 安全感 这方面呢 是有充分的体现的 你所到之处 所听到的人民 都是在表达 对自己目前的生活呢 感到非常幸福 说2023年3月 李克强同志 不再担任国务院总理的职务 从领导岗位上退下来之后 他坚决拥护和支持 以习近平统治为核心的 党中央领导 关心党和国家事业的发展 坚定支持党风 连政建设和反腐败斗争 李克强同志的一生 是革命的一生 奋斗的一生 光辉的一生 是全心全意 为人民服务的一生 是现身于共产主义事业的一生 读到这里呢 我的身上都起鸡皮疙瘩 为什么呀 为什么呀 因为他从这个总理职务上退下来 这刚刚半年的时间呀 工作了一辈子了呀 是不是应该享受享受生活呀 但是他还没有啊 还没有来得及享受生活 他就走了 你说是不是 你说是不是很令人的心痛和心疼啊 你说是不是现身于共产主义事业 一生啊 嗯 说他的事实是党和国家的重大损失 我们要化悲痛为力量 学习他的革命精神 崇高品德和优良作风 更加紧密切地团结在 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周围 高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伟大旗帜 全面贯彻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 深刻领悟两个确立的决定性意义 增强四个意识 坚定四个自信 做到两个维护 坚定信心 同心同德 错力奋发 勇意前行 为以中国式现代化全面推进 强国建设 民族复兴为义 而团结奋斗 团结是最重要的 我经常看他们环球博主 环球旅行的视频 我发现跟着环球博主所走过的这些国家 哪一个国家搞分裂 哪一个国家就好不了 就好不了 一定得团结 我们中国有一句话叫 家和万事兴 一大比小 家你得和才能兴 国家也得团结 最后是李克强同志 永垂不行 我在这里也祝李克强总理 一路走好 另外我就想跟大家 简单的提一下 中央电视台 今天所发的一篇文章 这篇文章的题目就是 11月起 这些新规将影响你我的生活 具体的内容呢 我就不说了 核心 我想说的 我的观点呢 就是中国正在一步一步的法制化 就把这些治国理念呢 给它规范化 用这个标准 法律 法规 给它固定下来 将来无论是谁 做中国国家领导人 都按照这些路子来走 好 我这个视频就跟您说到这里 感谢您的收看 下次再见 谢谢您的观点 谢谢您的观看